在这不断的冲刺过程中,唐杰仿佛经历了整个星罗大天界,经历了漫长的人生,仿佛无数电影片段从他眼前掠过。 九宫弥天大阵是七爵门长老赤梅上人所布,此人早年游历天下,仙台之后破界飞升,走遍星罗大千界。 大县江志前,他回到七辖界,于七爵门伏地作画归须。 九宫弥天阵正是他归须前的最后作品。 此阵虽不上杀戮,却是包罗万象,其中更包含了赤梅上人对星罗大千界的认知。 众多幻境更是外界之体现。 几乎就是一个星罗大千界的缩影。 正因此,许多有志飞升的大人物,在破刚锋飞升之前,往往会先来游历一番九宫弥天大阵。 对于喜悦学院的学子而言,一次简单的破阵行为并不能让他们真正见识大千世界。 但是,几乎旧的友谊针对,却让唐杰真真正正体验了一回星罗大千界的魅力所在。 即便是心急未天冲,在这奔跑的过程中,唐杰还是不由得被这无数幻境背后的宏大奇观,以及星罗万象各种存在所惊叹。 此刻,他冲过不知道第几个幻境后,唐杰眼前一闪,发现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城市。 这城市是如此高大,仅城墙就近五十丈,城门高约十丈。 站在城门下,唐杰觉得自己渺小如一只蚂蚁。 从城门看去,隐约可见城内建筑皆是高大无比,哪怕是普通房屋都有七侠界的三倍大小。 虽明知是幻境,唐杰还是不由得被这庄严恢弘之巨城震撼了一把。 想了想,唐杰举步迈入。 刚踏入城门,就见原本空旷的城市骤然多出无数人来。 这些人身形高大,恍如巨人,哪怕是孩童都有成年人的身高。 他们在城市内行走,商铺叫卖,欢笑往来。 其中一名巨人迎面走来,就这么直直地撞向唐杰。 唐杰也不闪避,就见那人已穿过他的身体继续向前行去。 果然全是幻影。 这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巨灵界吗? 唐杰自语。 大荒游记记载,兴罗大千戒中,有戒名巨灵,戒内修者不修灵法而主修血迹,以致身材魁梧,力大无穷。 眼前这些人,各个体型高大魁梧,看起来倒是颇有些巨灵界中人。 不知为何,唐杰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,一时间却又想不起来。 不过,他急着去灭魔道,此时已是无暇多想,便静止向前走去。 四周围的巨人幻影们依然在做着自己的事,或是高唐阔论,或是信不前行,或是行色匆匆,又或是站在路旁与商人讨价还价,好一番热闹景象。 唐杰知道,这多半是赤梅上人当年游历巨灵界时所见,如今已无上仙法将其重现罢了。 就在此时,远处突然喧哗似起,一片红色光潮在远处升腾而出。 下一刻,无数巨人突然同时发出惊怒的吼叫,对着远处天际同时呐喊。 接着,一片血色红云已是席卷而来,在城市上空飘扬。 那些巨人看到血云,眼中竟同时出现惊恐之色。 然后,唐杰看到那血云之中跳出了无数身影,从空中击飞而来。 直到近了,唐杰方才看清,这些身影分明是一只只形状奇特的妖魔。 这些妖魔,形象各异,有天生四臂者,有皮肤如邪者,有身披鳞颊者,也有顶上尖角者。 但它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形象猙獰胸部,骑士如电。 此刻,从血云中飞出,已同时向着下方扑去。 尖利思笑声中,更是现出大片的法术光芒。 一瞬间,整个巨灵城已被千万数法笼罩,法术的光焰落在城内四周,炸出大片大片的废墟。 唐杰身处其中,仿佛置身于某个旧日时空下,看着脚下的街道化成碎片,四周的建筑在身影中倒塌。 城内,无数巨人同时呐喊着向天空挥拳,与这些妖魔战成一团。 这些巨人神力无双,哪怕是最低级的,也比唐杰要勇猛无数倍。 在他们愤怒的攻击中,血云中落下的妖魔被撕扯化成碎片,化为道道灵光消失。 然而,血云中落下的妖魔却似乎是永无止境,如雨点般疯狂砸下。 后续的妖魔虽然更加庞大,也更加强猛。 唐杰亲眼看到,一只生巨三足手持镰刀,顶上双脚的黑色恶魔从天而降。 只是随手一挥,随着黑色刀光闪过,一名巨人已被削成两段。 他向着空中发出得意的喧嚣,随后是更多的黑色恶魔落下。 巨灵城因此陷入一片血雨之中。 巨人拼命丝毫着奋力狂战,远处冲来一些全身铠甲的巨人,手持各种巨型冰刃杀入四方。 这些铠甲巨人力量更强,几乎瞬间就将落下的恶魔碾成积粉。 随着铠甲巨人的出现,血云中突然响起一声沉闷巨响,接着唐杰看到血云上空,一只体型超大的魔怪出现了。 这魔怪向身驢手,身距六臂,持着一条长长的锁链。 此刻刚一出现,随手一挥,锁链已向着铠甲巨人飞去,正捆住一名铠甲巨人。 下一刻,锁链头部突然化形为巨蛇,对着铠甲巨人一口咬下。 大量的鲜鞋,竟是顺着锁链,直通向驴首魔怪。 铠甲巨人发出凄厉惨乎,然而,无论它如何反抗,却终究是被锡纸枯干。 接着,就看到更多的驴首怪物从云中出现,纷纷向下方各处扑去。 远处,突然乍响出一声巨吼,一只巨大的淡金色铁拳骤然现行,如天外流星般飞来,凶猛地砸向空中血云。 无数驴首怪物纷纷上前阻挡,然而,这拳头势不可挡,竟是完全不受阻碍的飞来。 所过之处,驴首魔怪进化积粉,眼看着铁拳将要轰在云团之上。 就在这时,血云中突然伸出一只黑色的巨手,向着前方轻轻一按,正按住那淡金色的铁拳。 两箱触碰下,铁拳竟是未能再前进一步,化光消散。 随后,就见那黑色巨手收回,云中一个血色莲花台,从云中降下。 这莲花台生有三半,在空中滴溜溜转动,在三半方向还各有一个全身被黑色烟气笼罩的人形物体拉着。 莲花台上端坐一人,却是一个和尚,此刻闭目微坐, 手中还掐着一串佛珠,口中轻声颂念着什么。 掐着佛珠的双手漆黑如墨,显见刚才那黑色巨手就是他发出来的。 此刻,随着他的出现,下方无数魔怪同时发出欢呼之声。 唐杰却是骤然色变,惊呼出声。 血玉莲台,九难妖僧,鸿蒙大劫。 他终于明白了这聚灵城发生的是什么事。 鸿蒙界入侵,这是一千八百年前的鸿蒙界入侵大劫。 而此次鸿蒙大劫中,有众多强大妖魔为人所熟悉。 九难妖僧就是其中最恐怖的鸿蒙诸大魔之一。 与此同时,就在他喊出这话的一刹那,莲花台上的妖僧突然睁眼。 这一针,整个空间仿佛只剩下那对狭长的细目。 令人惊骇的是,这双眼睛看向的赫然正是唐杰。 随后,那妖僧轻轻抬纸,一根黑色手指已是动魄虚空,对着唐杰点去。 从天外飞来的手指仿佛晴天的巨柱般向着唐杰落下。 在这巨指下,唐杰渺小得如一只蝼蚁。 完全是本能,唐杰双手掐动印法,同时脚下升殿,抓着小虎和依依向后方急速退去。 下一刻,巨指落下,正中唐杰先前所债之地,却是轰然砸出一片灵巢。 灵巢如飓风,裹挟着唐杰飞开,巨大的冲击力下,以唐杰的体质也是承受不住,竟是哇地喷出一口血来。 怎么可能呢?唐杰心头闪过一片骇然。 这明明是虚幻之相啊,怎么可能会打出如此惊人的一击呢? 但是指缝余波就让唐杰受到重创。 要知道,就算是九宫弥天阵威力全开,也未必能达到如此惊人的攻击效果。 此刻,唐杰瞪双双眼,看着天空中九难妖僧的形象。 那九难妖僧一击无功,却不追杀,镜字收了回去。 细长双目扫了一眼四周,反倒低难了一句。 九宫弥天,现九尸。 说着,他单手突然竖起,对着空中轻轻一拍。 就在这一拍的同时,远处一声巨鹤乍响,那淡金色的拳头再度出现,向着九难妖僧砸去,却正打在那黑色的巨手上。 黑色巨手一缩,已正抓住那淡金色的铁拳,九难妖僧低声长吟。 红蒙遗蒙,入星罗。 这一抓,铁拳竟是再动弹不得,反倒被黑色雾气沿着铁拳一路蔓延。 虚空之中。 一个全身金甲,头顶王冠的争容巨汉,以一副现行。 这巨汉身影落在唐杰眼中,全身抖得一阵,脱口而出。 兵主! 这巨汉身影,竟与当日所见兵主之相颇有些相似。 不过再看去,唐杰已知,不是兵主。 当日,他在兵剑制造的梦幻空境中,虽只见了一眼兵主,但其人雄霸盖世,有顶天立地之威。 举手投足间,皆是霸气无双,杀伐进取,有功无首。 一举一动,皆充满了血性浩强之霸意。 眼前的巨汉虽像,却终不是兵主,空有其行,却无其绝世风华。 然而,就是这巨汉,顶着这鸿蒙界最为凶名昭著的大魔头九难妖僧的巨手,依然展现出了惊人的神威。 眼看着黑雾闪现,那巨汉突然吼了一声,对着九难妖僧的脸是一拳打去。 这一拳看似简单,却如九难睁眼般,在瞬间弥漫了整个天地,仿佛天上地下只有这一拳的样子。 落在唐杰眼中,他心底突然一震,这一拳他再熟悉不过了,那是离经百炼中行弃运法的起手势。 一直以来,唐杰都只将这起手势当作行弃运法的基本动作,但是此刻却在那巨汉的手中失出,而且一用就充满了天地威能。 这让唐杰彻底的震撼了,这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为什么巨灵界会有人懂离经呢? 为什么那明明用于修炼的起手之法会变成攻击之招呢? 那一刻,唐杰已忘记了自身所处的危险, 迫望天目全力发动,看向那巨汉,想要将巨汉这一拳的脉络看个清楚。 可惜啊,他发现的晚了,战斗却进行的快捷。 就在这一拳击出的同时,三败连台上的九难妖僧已是再度低引导, 昔日究竟难再现。 他空下的那只手突然上扬,挡于脸前,正抓住那熄灭的铁拳。 下一刻,风云记起,黑光大作,血色连台上光芒顿现, 在一瞬间冲破迷障,直入天空。 如果这时候站在外围,就会看到一道黑色光柱已冲破幻境, 在整个风魔岛上空亮起。 随后,一个嘹亮的声音回荡于天地之间, 我终将卷土重来。 九宫垫上,一盏长明灯突然同时炸碎。 地面阵纹齐放光滑,映亮了整个大殿。 鸡舞就啊的大叫一声,猛吐出一口鲜血。 这怎么可能? 他捂着胸口大叫起来。 鸡兄,发生什么事儿了? 南百城吓了一跳, 鸡舞就捂着胸口震撼地看着头顶的晶体。 晶体依然在滴溜溜地乱转, 只是在其中一面上已出现了一道深深的猎蚊, 仿佛破碎的镜面。 镜面影像上,久难妖僧, 一击将那金冠巨人打飞, 随后微微抬头, 目光洞穿幽冥, 竟是直接与鸡舞就对视了一眼。 这一眼深邃似海, 看得鸡舞就是心神大害狂叫了一声, 不,乾坤逆转,重塑幻境。 猛地掐动映绝,向镜面打去。 下一刻,巨灵幻境内, 空间转换, 所有破灭的房屋重现, 被杀死的巨人富有再生, 所有从血云中冲出的妖魔纷纷消失, 仿佛一切又回到唐杰入境之前的景象。 然而,那九难妖僧却并未消失, 他高悬于幻境天空, 微笑着看着那虚空, 仿佛在看鸡舞旧一般。 下一刻, 血云再现, 妖魔重生, 一切又如之前一般上演。 唯有九难妖僧, 始终高悬于空, 末世杀法, 只是向着空中点出一指。 就在这一指点出之际, 天际再度飞来金色战权, 与之前一般无二。 唯一不同的是, 这一次不再是血云中深处的巨长, 而是九难的一指洞川。 众权消失日, 巨人再现。